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准的四颗星开球走位 结果红球队当中是有一颗红球散在了最右侧 马修史蒂文斯在监狱局对阵梁文博的单打比赛当中 表现出了相当精准的中远程的进攻能力 来看一下 这个保了很多 从他打这个球的发力来说 他还是因为微微带点保守的一个防守 现在因为这个世界杯单局的决胜负 所以说双方运动员能得到一个非常我们所说的简单的机会也很少 因为通过你多干的防守才能辛辛苦苦的得到一次上手的机会 好球 把散落在外的红球包进球堆看主球 漂亮的 一颗球掉死一堆球 马克莱姆斯 本来这张脸呢就是不搞言笑 一副苦恼相 因为黑球的左侧有一颗红球是有进球的 所以说他要完全贴到红球堆里面是有点困难 现在从一颗星直接来清天 力量应该清 最上方力量小了 小了 I miss China 4 出现这个问题呢 也是跟这个泰国当地的天气有关系 造成这个台泥比较的潮湿 无形当中呢增加了这个摩擦力 使得主球的滑行啊 阻力重重 阻力重重 应该还是刚才的这条线路 对 但是这个过了 不是 这个差多了 那这样的话 球队左侧这颗红球是有进攻的 对 这个不会再让你再回来 因为好不容易等到这个结果 是是是 没想到 没想到马克莱姆斯出现这样一个大的失误 我们看 球队左侧这颗红球是有进攻线路 而且主球可以顺势把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给踢开 我觉得 小黑应该应该如果有进球的角度微微的有点斜的话 我想应该直接可以从黑球上方这颗红球上方通过 直接直接打同一带孔 打黑球 打黑球的同一带孔 对 重体杆 轻轻的横抬 起 好球 两带孔 好的 好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两个商量一下 还是梁文波打进以后直接走单客红球 还是点一下红球堆 刚才那个漂亮 好可以 主球楼的位置也相当不错 这时候小灰要考虑梁文波是左手选手 这个程序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双道的时候会说 因为小灰是主攻红球的 梁文波是主攻黑球的 所以说这个连接 就是让梁文波打完黑球以后 可以更好的一个走到红球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程序挺好的 因为红球对走的要求是很高的 只要能走到以后 梁文波下一杆的连接就方便很多了 过 好的 本球右侧 红球是有进攻 16 那这个梁文波这一杆呢 低杆 有点贵 大了 但没事 因为小灰 我觉得技战术水平要比梁文波高 让他让他让他来让他来 让他来 让他来 轻了 17 因为这个红球的角度有点直 这样的话呢 主球和篮球的这个角度啊 就形成了一个向上的角度 现在呢 是红球堆正下方 黑球上方 这颗红球呢 是有进攻的线路 但是看主球能不能走到位 或许强行的发力 主球通过黄球的右侧 哦 扰球台 啊 这个 太辛苦了 是 这样的话呢 定律会上来 只能做安全球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 先领先一点分数以后 可以和对手周旋一下 看球队这个散开的形状 Tina 22 主球的力度保持的不错 哦 但是 五分 五分左侧 嗯 这颗球是 是有进球的 是 那就是 Divans呢 在看最右侧的这颗红球 因为这颗红球 如果能看到的话 这个主球的走位 就比较方便了 对 是存在打带跑的线路 主球从黑球下方 吹一裤之后 走回去 最起码有两裤 嗯 这个拳 漂亮 换你 看看落位 哦 已经 相当到位了